这是一盆六月雪 在市场上是比较常见的 我手边的这一棵是做了一个皮根造型 这种植物相对是比较好饮的 但是很多朋友买回家之后 短时间容易出现这个死亡的情况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析一下 这种植物是洗散光湿润的土壤 因为洗湿润的土壤 但是又特别怕积水 所以它的土质一般选用的都是这种泥沙 但是很多朋友回家之后 会给它换上泥碳土、营养土 等一些腐质性土壤 因为这种土质的特性就是过于饱水 但是这种植物是怕积水 所以会出现这个黑尖、黑尖的情况 都是积水造成的 再者就是花盆大小的选择 很多花友选择好一盆 亲爱的植物回家之后 会给它换上一个超大的盆 就是期待它长得很大 长得很好 但是花盆选择过大 比例不协调 失去观赏性 我们买花除了就是养殖 还是需要观赏 再者这个花盆过大水分 不容易散出去 就是养殖起来是比较麻烦 会出现这个积水嫩根的情况 所以这个花盆的选择 一定要适合成比例才好 像这个浅型花盆 如果选择的话 像这个花盆是14 我们选择的话是14到18之间 如果盆土过深的话 我们选择的14到16之间就可以了 组织与花盆选择好之后 以后管理起来就比较方便了 组织发白发干 我们就可以进行浇水 像这样一个小盆的话 天气好的情况下几乎上每天都可以进行浇水 如果盆内干旱的话 它叶子会出现这个发皱 打转情况 这样不要紧 我们进行浇水 短时间是可以反应过来的 但是如果你特别喜欢浇水的话 就需要注意一点 只要你的这个植物 这积水分分根 不出现这个黑渣 就完全是可以养殖的 六月雪是喜欢散光的植物 完全可以阳台养殖 千万不能让它久居深屋 如果久居深屋光线过落的话 叶子长得非常瘦小 而且会出现干枝等一系列情况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点点下方关注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